大家在韓劇時常聽到惡巴等等的稱呼 在北韓暖用可能有刑責 尤脫筆者經營的南韓傳媒每日北韓 拿到早前獲北韓最高人民會議通過的 反對反動思想文化法細節 列出多條禁止南韓文化的法律 包括嚴格限制只可以向親生哥哥稱呼做惡巴 不可以好像南韓那樣 女性可以向較熟樂的朋友稱呼做惡巴 為者可以判處勞改兩年 用南韓口音或者演唱風格都有機會要勞改 觀看、聆聽或者藏有來自南韓的電影、書籍、歌曲等等 法則就更加高 有機會勞改五年到十五年 進出口這些南韓娛樂產品 最高可以判處終身監禁 如果使用三星等非北韓製造的手機 都要勞改至少三個月 除了加強管制南韓文化 購買或者進口美國和日本等敵對國家的產品 或者含返北韓政權的產品都屬違法 如果被發現大量偷運這些外國貨入境 更加可能會被判死刑 如果是子女觸犯相關法例 當局會以未能適當撫養子女為由 向父母罰款十萬至二十萬北韓元 有線電視記者 郭慧儀報導